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宫殿 大家肯定会想到故宫 这座宫殿经历了两个王朝 如今仍以绝美容颜屹立于世 然而我国还有一个宫殿 和北京故宫只差了一个字 可是却成了遗址 这就是南京故宫 很多人会议过 南京有故宫 当然有 而且比北京故宫的年代还要久 南京故宫建于明朝 占地面积101.25万平方米 这个故宫及古代宫殿的精华与一身 是古今最美的宫殿 故宫都是照他的样子现造的 明朝皇帝在这里居住了54年 后来明朝王都亲至北京 但是这座宫殿仍然被重兵看守 十分受重视 可是清军入中途时将这个宫殿改成了筑房城 所以这个宫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后来太平军在斯汀都想建新宫殿 所以拆掉了南京故宫的大量的石头 到了民国时期为了建造机场 将这座宫殿拆的只剩下三孔门洞 到了清田 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南京故宫的遗址了 从现存的遗址 可以推测出当年的宫殿是多么的庞大精美 其布局考虑的十分合理 顺应自然的地势和水脉 并建造了池塘和宫殿 并且建宫殿时严格遵守了礼仪制度 替县皇权的威严 如今的五盟遗址算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了 在这里还可以看见遇到 小伙伴们 想去南京故宫遗址看看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